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在等待山河令更新的日子里 酷酷子真的是度日如年 心系山河呀 包括作为山河令英雄热搜榜的一号拥护者 不管你山再高何再宽 也逃不过酷酷子的想法艳难 闲话少说 真爱就放榜 素来为官 热搜一 周子舒温克行 刚开虐就和好 经过了九集世界 不 日期月累兄弟感情的培养 周子舒温克行 已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 大家在一起 逛街 在一起 吃饭 在一起 喝酒就更必须要 在一起 除了提高整个岳阳城的颜值level以外 也贡献了一大波的表情包 共山人们社交斗图 但是 都说江湖月色美 好景 不常在 因为温克行亲自导演的 漫城竟是琉璃甲的戏份 热得江湖各大门派互相厮杀 周子舒 师叔不能理解 俩人第一次针尖对麦芒吵了架 这一幕落泪嘶吼看来是真生气了 两人一个去买醉 一个去消费 一幕幕都是深夜望一云style啊 你们吵架了 温叔 温叔 你快哄哄师父 他这个人 就是看着冷淡 现场再软不过了 你哄哄他就好了 不是你教我的吗 令你怕蝉狼 闭嘴 前呼万欢 前叮咛 晚期盼 还好兄弟俩 缘分深思海 开虐的小火苗 火速就被扑灭 二人和好如初了 阿絮 老温 喝酒了 热搜二 温克星带你历练职场 看惯了调皮捣蛋小嘴 碎刀刀的温克星 但可千万别忘了 人家可是鬼谷谷主 在跟周子叔吵架的日子里 温克星召开了鬼谷的首次复盘会议 吃乐乐的封老板上身 亲自言传深敬 告诉你什么是职场 生存之道 首先当老板在自夸的时候 一定要附和赞美 谷主英明 其二当老板问起工作进度时 要学会及时甩锅 其三 工作中出现失误时 要学会自嘲自骂 让老板五话可骂 再不济 可以甩锅给已经离职的同事 而最后要时刻谨记 麻痹拍得响 老板肯定爽 宽化群多了解学习一下 热搜三 全家老少都追山河令 山河令火爆江湖 山人大家庭 怎能只有你我 一个优质巨座的粉丝 肯定要上到99下到刚会走 才说得过去啊 包括 据热情山人爆料 在全家人一起追剧的日子里 每一个家庭成员 打开 山河令的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爸爸看山河令 妈妈看山河令 奶奶看山河令 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些任性 她还有一些嚣张 爷爷看山河令 你也是我了解 我也是我了解 弟弟看山河令 我要飞我要飞 我要飞我要飞 说回来 虽然我们了解了 容炫和五湖蒙兄弟 反目的往事 但是这琉璃甲 还是毫无线索 前方跟高盟主 斗智斗勇的日子 还很长远 紫竹的身体 也实属让山人们担心 一环扣一环的悬念和牵挂 都是为了告诉大家 快来我库看山河令 跟着可库子 继续排版英雄热搜榜案 山人们 我们下个榜见